DM 悲 Bah contracts 還記得那些 陪伴我們長大的卡通人物嗎 到來 ''A型 타 꿈'' 蠟筆小新 柯南 講起他們 腦海縱容滿滿的回憶 但隱身在卡通人物後面的聲音 到底本人是什麼樣子呢 是否和卡通人物很相像呢 好感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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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啦 看臉色 但是要快度要出來 我從來沒有看過 董萊姆這麼狼狽 好心酸 好不好意思 可是你身體的直播會不會 太長了一點 太長了一點 要哭了 好 我們今天的六位老師當中呢 其中配過大家所熟悉的 包括我可以預告就是有 火影忍者的漩渦名人 有蠟筆小新的小新 小新耶 我常說他壞話 你幹嘛這樣 其實女人每天說 媽媽 我要看蠟筆小新 我就會說 不要看那種內容 她那個內容不適合你這個年紀看 然後我偶爾看到就會說 媽媽 小心... 我就說 妳很怕小孩被她影響 然後就一直頂著是不是 所以我就覺得對她很暴 我先一直說她壞話 是 然後那個 名偵探柯南的柯南也在裡面 好 好 我們看到這幾位老師 當中配過的角色呢 火影忍者的漩渦名人 常常就大喊一聲佐助 因為他有一個 他一直要挽救的同伴 叫做佐助 所以我們就用佐助兩個字好了 來 陶敏先試試看吧 妳就大喊一聲說佐助 佐助 比較像祖母的聲音 叫孫子回來吃飯的 邱小姐 佐助 她比較有少年的聲音 張杜菲呢 佐助 這韓劇的聲音 對 是大腸鏡裡面的上宮嗎 對啊 感覺是我婆婆的房間 會存下來的聲音 妳婆婆會說小孩子嗎 小孩子 她就是長期都在看韓劇 感覺這聲音很熟悉 OK 梅珍呢 佐助 太活氣了 傅小姐 佐助 妳也有點像 不過比較像大人 是陶敏賢嗎 不是 邱是妳嗎 邱 怎麼會是妳 是妳 再來一次... 佐助 或者妳要講別的啦 這明明就是惡婆婆的聲音 這種惡婆婆的聲音 彈劇都是有這個聲音耶 三順啊 別再吃了 今天就是這個聲音啊 所以妳也配過胡影忍者裡面的 老婆婆的角色嗎 有 小春 對 我要聽小春 這一次我們一定要打勝他們 OK 那如果小春婆婆修佐助呢 佐助 所以佐助 佐助是靈魂人物是不是 佐助是一個大家都一直要找他回來 他都不回來 對... 對啊 所以小新常常講什麼 蠟筆小新嗎 小白 小白...媽媽我回來了 等一下 妳會講小白嗎 小白...媽媽我回來了 對 這是小新青春期的聲音 小白...媽媽我回來了 有一點像耶 不用叫陳美珍這個嗎 陳美珍應該不是吧 我不太會 可是因為真實的小新的聲音 是很討厭的 就是身為媽媽 妳就會很想要掐她 妳會嗎 小白...媽媽 沒有 妳要再厚一點 會不見 小白...媽媽媽 妳幹嘛撞她機師啊 小白...媽媽的味道啊 謝謝啊 妳會有小白嗎 我用另外一個聲音 好 小白...快點過來 阿福 阿福喔 你看 這是我爸爸 從法國買回來給我的喔 你怎麼會這樣 就亂找聲音 找到 阿福啊 有空幫小丸子爺帶一個回來 臭老頭 走開 張道志長得就很像爺爺 對啊 有啊... 有啊... 怎麼會模仿他的長相吧 怎麼會這麼像 老頭都我...OK 所以小白是你嗎 那個賴筆小新是你嗎 不是 是哪一位 小新是誰 又是你 我要聽... 我要聽招人恨的小新 你要聽哪一句 豆皮壽司 豆皮...她哪有講豆皮壽司 她有啊 她每次都脫完褲子 她就說豆皮壽司 跟我的豆皮壽司 就是她 抓到了 我的天啊 小意思是小姐妳要不要臉 我掐了 你這樣要不要臉 我女人每次看我說 不要看這個 你聽她那個配音 討厭 討厭 所以妳配的時候 是自己很樂在其中嗎 也還好 要看她劇情好不好笑 有時候哏滿好笑 有時候就還好 可是妳會不會一邊配 一邊覺得賴筆小新很欠揍 對啊 我以前也不給我女兒看啊 我覺得那怎麼好看 那是大人看的 小孩子不用看 對啊 會一直把她臉 埋在那個女性的胸部裡面 或是脫褲子露屁屁啊 妳看 妳看 所以妳 莉小新的音的是一個 恨小新的媽媽 等一下 妳可以麻煩妳 打給我女兒嗎 等一下 讓她嗨一下 小新的音樂 打給妳人 因為他們應該覺得奇妙 有啊 我有一個同學的女兒 還很小 就還搞不清楚的時候 她就會要為了紅她女兒的時候 我跟妳講啊 那個什麼美少女啊 反正隨便編一個我會變身 她要跟你講話喔 然後就叫我 要用卡通的聲音跟她講 誰誰誰 你要乖乖的喔 不然下次我就不會再來看你了 趕快去睡覺囉 她女兒就真的以為 有個什麼卡通人物 媽媽 剛剛那個誰跟我講話 然後她就乖去睡 就很好說 其實完全可以發展那個 手機打鈴啊 可以嗎 有啊 有很多 有 有麻煩妳們配過嗎 有啊...萊丁達林有啊 所以抽版稅就很好啊 就如果有人想要下載 所以小新的下載量是最多的 所以賭會賺最多 在這一塊 其實很少 但是還是少 對 還是少 因為很多那種玩偶 你一按它就會發出 那個小新的聲音喔 那種也可以賺 麻將啊 矽骨麻將啊 什麼麻將有沒有 麻將要講什麼 也是用小新的聲音去配啊 說什麼啊 小新打什麼麻將啊 胡樂 活兒 三條 字幕 好爽喔 不要這樣啦 放我一馬嗎 什麼事啊 好難中啊 很煩啊 怎麼要一個小孩子打麻將啊 馬二分之一的小倩的聲音 有印象嗎 我以前好愛那部卡通耶 所以配小倩是哪一位 一支都是小倩嗎 也沒有 半過幾代是不是 最早之前 其實我小... 我念書的時候 是看亂馬二分之一長大 到近期 所以妳念書的時候 就已經有人在配小倩了 所以妳可以有小倩聲音 對張趙智講話嗎 張趙智 你給我回來 不小心得救我 所以他的重點永遠都是 情緒失控嗎 就很激動 對 激動 他就一直在罵亂馬嘛 對啊 因為亂馬每次都故意找他麻煩 那樣配完會不會很累 還好耶 其實配這個角色還好 所以那樣子罵人並不會說 覺得喉嚨很傷啊什麼 這個都還好 我覺得配其他一些比較... 比較男生的什麼遊戲王 在決鬥的那種比較... 遊戲王妳有配嗎 我是配裡面的女生 武打越多的動畫 就越需要喝啊喝啊 我相信讀會應該比較 活影要去打對不對 有啊 那個螺旋丸啊 影分身之處 沒事就一個藏身 這樣叫啊 所以什麼螺旋丸就要大吼 真實的喔 好 好累喔 螺旋丸 這樣 有時候還要更長 妳是不是根本就是配十句 就沒聲音了 對啊 所以有時候配一集的時候 好像配了五集 那他可不可以 一隻要使出螺旋丸 有...有幾集 他就是打得很慘的時候 我就...就很痛苦 那妳可以就錄好一個螺旋丸 放在那邊 每次都放那個嗎 不行 因為它每一個cut 長度不一樣 情緒不一樣 所以妳人生最恨的東西 就是螺旋丸 今年卡通人物現身 悉哩話一下子題目下來 陳美甄好像還有一個 非常驚人的聲音 胖虎 拜託妳不要欺負大雄啦 小夫妳也不要欺負他嘛 大雄很可憐耶 那妳可憐啦 他其實是個懶多鬼 他沒有... 老鼠... 老鼠... 妳電話也留下來 那妳們可以說 憑什麼他配長巾 我要配垂上宮 錄到主角通常話都比較多 我們拿的錢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希望戲越少 錢越多越好 所以配到那個戲很少 最好是一集 只有一兩句話最好 所以如果就是一個 冰煙煙的皇后躺在床上 就都沒有講話 那最好 最好他得了失語症 要不然就得了絕症 對 失語症 所以崔上宮講過 最狠的話是什麼 我們非要把長巾 拉下來不可 這一次絕對不能饒過他 好酷喔 真的是他耶 對 就是比較陰險 小孩應該很怕妳吧 後來我很多朋友都說 妳太壞了 我們不想跟妳交往 然後就小孩在看到我說 妳真的好可怕喔 叫他打電話給妳女兒 不是 我女兒沒在看大小姐 打給我婆婆 打給我婆婆 黃秀珍 妳不要再這樣 對喜悉地了 幹嘛再也不會生氣 我會生氣 這什麼好脆啊 所以... 所以你們家每個人都需要 一個老師打電話給他 我公共是看台語八點檔耶 那個美配馬達加斯加裡面 馬達加斯加裡面的斑馬 他畫很多耶 所以他是...他國外配這個音呢 是Chris Rock 是一個黑人 所以他講話就是那個痛叫 就... 那剛才那個火影忍者是分四個 五個人 我有一場配那個斑馬是配 在大草原上面 然後 然後所有的斑馬同時回頭 每一隻都是你 然後愛麗獅 就是那個獅子是郭哥配的 他要在這裡面找出真的馬蹄是誰 因為我不想...我跟他吵架 所以我躲到這些斑馬裡面 那本來錄第一次的時候就說 那就幾個人就錄一次 然後我們用電腦做十種 然後再去疊成一百個 再去疊成一千個這樣就好了 然後結果後來第二天 他們說就把我叫回去說 因為夢工廠他們說 在美國那邊的原因 他也是一個人配了好多隻的斑馬 所以請你...請你試試看 一個人配很多種斑馬 我就... 然後結果我記得 我就開了好像十軌吧 然後每一軌...十二軌 然後每一軌都是兩隻斑馬的對話 所以當時陳美人在現場喔 我是那故事的聲音導演 對 所以就你整他的啊 不是... 那是壞要求啦 而且他非常非常厲害 他有腳本可以就是 一開麥就開始講 他大姨媽的弟弟耳什麼... 說了什麼什麼什麼話 然後就直接錄了十二軌 所以...那個妳會嗎 中文 今天晚上他有邀請去你的派對嗎 誰的派對啊 馬蹄的派對啊 馬蹄不就是妳 我不是馬蹄 我是馬蹄的好朋友的 大姨媽的舅舅 你是馬蹄的好姨媽的 大姨媽的舅舅呀 那你今天晚上去他的派對嗎 你沒有聽到我說 是我在問你 你要去他的派對 他沒有邀請我呢 好吧 待會兒 把APP轉給你好了 要打電話叫他叫什麼 要 他回來了耶 就是這一段 陳美蓁好像還有一個 非常驚人的聲音耶 就是我剛才說 從小陪我們長大的那個 那是他吧 妳說是那個 今天模仿很不成功的那個角色嗎 因為他今天好像還為了 要讓大家知道他配過他 還身穿他的顏色的服裝 你配過哆啦A夢 本人嗎 配了20年了 所以哆啦A夢本人是你 不是本人是我 我只是幫他配 陳漢典把頭套讓給他 應該是站在他前面吧 陳漢典你站在他前面 我站在他前面啦 對 大熊 叫你起床 你還不趕快起床 等一下遲到媽媽又要罵你囉 為什麼有沈玉琳的意思 我還不趕快起床 你幹嘛用沈玉琳的手勢啊 再來一次啊 好 來 胖虎 拜託你不要欺負大熊啦 小富你也不要欺負他嘛 大熊很可憐耶 好啦 你可憐啦 他其實是個懶惰鬼 才沒有呢 有老鼠… 老鼠… 小叮噹太長了啦 對 走開就走開 對 妳蹲下來比較想 所以陳漢典妳配了... 妳是第一代嗎 其實早期 因為有很多家公司買這個片子 所以有好幾個人都錄過 可是後來她比較少之後 就統一 電視台播了 就統一都是我錄的 因為妳配了20年 等於我們小時候看了就是妳耶 對啊 所以很可怕 我女兒今天特別來就是 因為我從來不模仿這個聲音 給她聽 我從來不在工作之外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好可怕 因為錄這麼多集 尤其他以前叫做小叮噹 後來改成哆啦A夢 對 然後開了記者會之後 我們把之前錄了幾百集 又重新再錄了一次 所以呢 好幾年 我連逛街看到哆啦A夢的那個 都會覺得好害怕 妳是說因為她改了名字 就得要全部重配 全部重配 對 所以妳女兒也很榮耀 妳是小叮噹是不是 她沒有聽過我現場這樣講 小叮噹聲給她 榮耀意思是說 她去學校跟同學說 我媽是小叮噹 就是她可以隨時Cue這個聲音出來耶 如果她同學需要的話 妳電話也留下來 配過小朋友最熟的是誰 好難講 奧利維 奧利維 大力隨手嗎 大力隨手的奧利維耶 妳...妳那麼古典啊 妳是第一代的奧利維嗎 不會吧 就台灣 我不知道那時候適應的時候就... 沒有啊 以前都是原因啊 因為她幾乎沒什麼話 對 奧利維就是那幾句 所以妳才配國語的 所以奧利維的身體特質是什麼 就鼻腔共鳴多一點 堅硬一點 不拍 妳在並肩也要有表情嗎 其實配卡通表情會超多的耶 妳不能夠沒有表情的配... 沒辦法 很困難 真的 很困難 不行 配音員配音的時候 都不能看妳 我們都不喜歡給拍 因為超醜 會很尷尬 因為臉上的肌肉會影響到啊 妳要很誇張的聲音 妳的表情就一定會很誇張 常常會面紅耳赤耶 很醜 會非常醜 所以她演奧利維 她就得要做出那個神經質的 那個樣子出來 就比較... 因為要有那個聲音的感覺 所以奧利維這個角色 現在的小朋友們還知道嗎 現在可能比較少 可能在我們那個年代 可能五字頭的比較... 對 現在比較不熟大力隨手 所以得仔也有配卡通嗎 我基本上是配廣告配音出聲 你最紅的廣告是什麼 魔鬼終結者 未來救贖 本週三完成起 好想看喔 就是電影廣告啊 你可以講歡迎收看康熙來了嗎 用剛剛那個嗎 歡迎收看康熙來了 這是一個君交影片嗎 可是我們節目沒有這麼隆重 那我配很多綜藝節目旁白啊 歡迎收看康熙來了 調題 我沒有在康熙聽過這個聲音 沒有...我配的是下一個 大學生了沒 什麼聲音 大學生了沒 今天大學生來到這裡 你們都有後援會嗎 角色的後援會啦 會有一些熱心的 然後你們得跟他們見面嗎 他們有時候會打電話約碰面 或者是寫信 或者是問你靜態什麼 然後把你PO在那個網路上 那就是明星啊 沒有 他們很厲害 他們會知道你從以前到現在的 所有配的什麼戲的 什麼角色 寫得非常非常清楚 我們自己都不記得 那萬一他們邀請你們見面 說請你們用劇中人的聲音 跟我們吃一盒飯 這樣可以嗎 有些人會去參加 台灣有人參加嗎 有... 有人要聽崔上公一支講一針網 我沒有去參加過 那戲的話 我只有配過一個小朋友 可能會知道 就是我配那個 現在還在配那個暗黑大帝 就是盟學院 盟學院 暗黑大帝 那那個角色其實是 經過電腦變身 但他要一個非常低的角色 很傷很傷喉嚨 所以我每次都是拖到 就是經整天的最後一個班 才敢去錄那個 多低 他就是...他是破 他要低要破 我暗黑大帝 一定會為暗黑大帝報仇 小孩子會怕很累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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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配玩真的會很累 很累耶 你剛剛這樣其實就會面紅耳赤耶 所以暗黑大帝 也有比較輕鬆的對談嗎 沒有耶 他就是一直在... 他就一直在復仇一直在生氣 然後每一句結束一定要 那你可以說暗黑大帝下班了 然後我說 那我們今天就去POP喝兩杯吧 可以試試看嗎 那我們今天 就去POP喝兩杯吧 你也蠻好Cute的嗎 叫你也蠻好Cute的 喝了什麼東西 大家進去喝 他也可以幫五月天的石頭配音 什麼 他長得很像他耶 是 所以許潔惠 你當初是怎麼練你的聲音的 就特別練呼吸 呼吸喔 因為你呼吸控制得好的話 比方說在3秒 5秒 你就會控制得很準 你現在也配電影跟劇嗎 電影... 你配過什麼 料理鼠王 哪一個 是老闆 聽說他在老闆的口音裡 加了一些... 拉丁 為什麼 因為他的那個畫很像 拉丁或南美洲墨西哥的那一種 這家餐廳本來是我經營的好好的 為什麼這個臭小子一來 我就全部要讓給他了 屎老闆 所以拉丁口音是怎麼加進去的 不可能 想都別想 要有多一點那個破調或什麼 那個音 所以你在配的時候 萬一配音般的導演在旁邊 就表示不認同你這個... 通常會找我們 都會讓我們特別去發揮 所以你們不會干涉演員說 請妳不要這麼戲劇化什麼 之類的 除非他差太多 我們會把他抓回來一點點 那像George他就抓得很精準 我們就完全不用擔心 他來路我們都可以幾乎睡覺 不用管他就好了 所以有的演員就會比較... 那像漢典呢 他很奇怪 他螢幕上跟夏完全不一樣 對... 真的 而且好安靜 對不對 好安靜 然後後來 我記得我們要錄到除寫前一天 然後因為進度有點慢 所以後來我們工作的同仁 就跑來說 就按那個麥克風說 請你錄快一點 不然我們大家都不能過年了 所以他會用得... 所以你把人家拖... 對啊 為什麼要這樣耽誤人家 第一次錄音就會比較緊張 而且那個角色的詞也滿多 非常多 對 要很緊張的詞 你剛剛也沒有緊張啊 沒有啦 因為是... 就是那個時候 比較有在那個狀態裡面 最後有一個我覺得 不宜錯過的是 名偵探柯南的柯南 蔣小姐 是 又是妳 對 所以所有的那個少年英雄都是 就剛好啦... 柯南的聲音特質是什麼 柯南他比... 其實柯南沒有什麼特質耶 柯南就是很一般正常的 小男生的特質 所以他最常講的一句話是 會比較看似小孩 智慧卻過於大人的 名偵探柯南 他其實就是這樣 你是名偵探柯南嗎 是啊 什麼 感覺的聲音好像不是很熟悉耶 他不太一樣 他又... 在柯南裡面他又分成 如果他遇到大人 他聲音會變得很小孩子 很可愛 可是他在辦案 因為柯南跟他知道的人的時候 他會回復一個比較中...少年的聲音 可是他其實真正是新一嘛 是大人嘛 所以他有個OS OS就是蓬蓬哥路的 就是另外一個真的男人的聲音 他基本上他的聲音有三個層次 因為他如果用柯南跟我女兒講電話 我女兒應該會說 對啦 還滿像大人的 天活都會 看完前面的蠟筆小新和柯南後 讓我們把時空再往前推 看看那些年陪我們度過週末的 霹靂遊俠李邁克 聽聽好久不見的夥計怎麼說 偷偷告訴大家 S和康永哥也曾經幫卡通黑鍋音喔 只是過程 還是讓他們自己說吧 哈姆太郎是哪一位 聲音甜食人的配音員林美秀 可是哈姆太郎橘子 他媽媽的幕後推手喔 好恐怖喔 你可以說我是哈姆太郎嗎 用哈姆太郎的聲音 我是哈姆太郎 還可以 好帥喔 哈姆太郎 好帥喔 怎麼樣 我要聽霹靂車 霹靂車是哪一位 劉老師 霹靂車 柯南 阿批 這都是她配置的呢 其實一般來講的話 霹靂車她本身在 他的聲音是經過有一些聲音的變化 就是一些機器的變化 那你可以叫一聲老哥嗎 如果大概說一下的話 因為剛剛小常有提醒我一個方式 老哥 我們今天主出任務的時候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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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霹靂遊俠你賣客耶 這幾年來你去哪了 真的 我去... 我還健在... 小鐘...你來... 你用鼻子弄住 老哥 今天我們去出任務的時候 你要照顧我一點喔 老哥 今天我們去出任務的時候 要照顧我一點喔 沒有啦... 不是霹靂車 可是我在有點模仿 那個劉老師的痛 你講話怎麼會放鬆啊 他現在就放鬆了吧 其實這個是我的本嗓 本嗓這麼好聽喔 那你不本嗓會怎麼樣 如果不是本嗓的話 我跟你講喔 很多時候呢 你如果在錄霹靂車的時候 你特別要小心喔 你的鼻翼一定要放中 這樣子的話 才有可能做到那樣的效果 好耳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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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一般所有的年輕生 因為像我配的角色當中 如果說假設 真的要套角色的話 如果是哆啦A夢的小夫 我就假設... 小夫... 因為如果是小夫的話 當你在坐錄霹靂車的時候 你一定要注意喔 他本身在錄音的時候 鼻翼要放得非常的重 要不然的話 你就沒有很可愛的聲音了 請問... 請問你可以... 你可以用小夫的聲音說 好耳熟喔 妳胸部好大喔 來 姐姐 妳的胸部好大 而且妳長得好漂亮喔 好耳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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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妳們這幾位妹妹 都是看她的配音的卡通長大嗎 看這個哆啦A夢一定都看的啊 一定要看哆啦A夢 科學小飛俠的鐵熊 鐵熊是二號鐵熊嘛 一號是... 誰管他幾號啊 重點是他什麼聲音 所以余正昌... 鐵熊的聲音跟其他那幾位 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正派 正義 余正昌迷人的嗓音 可是張未見 鐵熊 孫悟空的最佳代言人囉 我正派的聲音 妳有沒有覺得 余正昌的聲音 比劉潔正常很強 比較人性化 鐵熊的聲音是什麼 就...所以要大吼大叫的嗎 很多耶 好多喔 你看他這個外型 然後講那麼幼稚的台詞 他竟然說 我到底錄出來 整個是個笑點嗎 是啊 有沒有笑 覺得他們這幾咖真的是 你國有問題 國有問題耶 你連講... 你連講那麼慢都有問題 我還幫動畫片配過音耶 怎麼可能 何度奇遇記 何度奇遇記 什麼啦 奇遇記 那裡面是什麼動物 我配一個猴子 猴子 那他...像猴子 他講話是有口音嗎 他講話就是要 帶客家槍的口音 要過分 所以講OK啊 對 OK啊 真的 請你回答我們的問題好嗎 在哪兒出生 哪裡長大 哪裡 大家好 我是小鐘 我是出生於楊梅 在楊梅長大的 妳裝什麼裝啊 妳 現在是要哭嗎 還好耶 她裝起來還可以 還不錯喔 對 硬莖的話是可以 真的 那妳那個猴子的經典對白是什麼 這樣子 這樣子 妳演她的... 妳在演什麼 你怎麼... 這樣一直動程度 妳是在演小木偶嗎 妳不是演猴子嗎 妳剛剛為什麼... 所以我跟妳講 我在配的時候 我被那個佩音老師 罵到臭頭 我真的信心 自尊心都盪到個苦地 你演得好爛喔 真的 佩音很難 真的很難 那個聲音的曲線 不簡單 OK 要讓流氓講嗎 她的出生點 流氓妳在哪裡出生呢 其實我是在... 故意捲十二妳 不是 要我講 妳怎麼會捲十二 可以啊 我會 妳好奇怪喔 其實我可以的啊 妳怎麼會標準的 其實我是平常都是這種 亂講 其實我發音很標準 所以妳說妳在哪裡出生 哪裡長大 其實我是在台北出生 台北長大 台北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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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既然大家其實 都覺得自己從小 其實沒有受到什麼奇怪的影響 像爸爸媽媽講話 個別是什麼口音 我媽媽客家腔就很重 譬如說 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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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都會這樣 我媽都...每次... 每次她... 她說小鐘 妳去上電視 我求求妳給我保留一點面子 她叫胡志強 是胡志強嗎 胡志強 每次跟她打她說 我服了 小鐘 黃小樓演A片 加上惡搞配音 全場笑翻了 莊哥 妳可以弄音樂嗎 我怎麼可以 你敢說啊 你以為你在配A片吧 妳拜託幫她配得性感 性感一點好不好 她剛才配得像白痴蝶 忠哥 你可以蹂躏我嗎 我怎麼捨得蹂躏妳呢 我愛妳都來不及了 今天想讓大家體會一下 把聲音換掉以後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比較誇張的 就是讓小鐘跟黃小樓 有... 是一段了 好 兩位請你們到場中間來 然後扶著對方的雙手 露出深情緩緩的表情 那進入角色 好 那那個小樓妳的台詞是 妳說 妳覺得我漂亮嗎 好 然後小鐘回答說 在我的心目中 沒有人可能比妳更漂亮 在我心目中 沒有人可能比妳更漂亮 背得下來嗎 可以... 好 一、二、三 來 忠哥 妳覺得我漂亮嗎 在我心目中 妳覺得還可以對不對 還是滿感人的耶 還不錯啊 有禁欲耶 就是比較是鄉土味啊 對 好 所以那個小樓妳只有一個選擇 誰就是美秀要幫妳配 好 那小樓妳要誰幫妳配 我啊 劉杰老師 劉杰老師 試看看 火鏡的聲音 火鏡 火鏡 用情愛的聲音吧 好 看什麼 一、二、三 來 來 忠哥 你覺得我漂亮嗎 笑容 在我心目中 沒有人比妳更漂亮 好 好 有笑韓劇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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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愛姐... 還有...沒事 我回來 還有... 還有沒有演完 來 好笑喔 好棒喔 我好想說聲音啊 等一下從擁抱... 就是說先抱住了 然後就慢慢放開來 對 小樓就說 好 然後妳就要說 我怎麼捨得蹂躏妳 我愛妳還來不及了 好 我怎麼捨得蹂躏妳 我愛妳還來不及 好... 先用妳們本來的聲音 好 我要說 請妳盡情地蹂躏妳 好 好 一、二、三 來 忠哥 請妳盡情地蹂躏我 我怎麼可能蹂躏妳呢 我愛妳都來不及了 小樓也在... 小樓也在... 好想蹂躏 妳也會爛鬥 妳要投入一點 投入... 再一次...加油 鎮定... 加油 鎮定... 一、二、三 來 雙哥 什麼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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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該什麼 你以為在拍電啊 什麼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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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眼神... 你眼神好亮 你會演耶你 請妳盡情蹂躏我 要性感一點 然後要挑逗她 好不好 拜託你 好了... 好 鎮定喔 鎮定 好 一、二、三 來 忠哥 你可以努力我嗎 我怎麼可能會蹂躏妳呢 小鐘 我愛妳都來不及了 我覺得小鐘很愛講這些話 而且她講話之前 她還做表情 就是怎麼可能呢 我覺得小柔比較無法... 妳從來... 妳從來沒有辦法對男生 說出這句話對不對 當然啊 怎麼講 好 所以現在她要講的台詞就是說 鍾哥 妳可以蹂躏我嗎 好 妳拜託幫她配得性感 性感一點好不好 她剛才配得像白癡子 然後小鐘要說的是 我怎麼捨得蹂躏妳呢 我愛妳都來不及 好 好 準備好了喔 只要出嘴型就好了 好 一、二、三 Yeah 鍾哥 你可以蹂躏我嗎 我怎麼捨得蹂躏妳呢 我愛妳都來不及了 太好笑了 真的嗎 好想我被對譯我好笑 好像韓劇喔 對啊 沒有 我覺得如果 我真的變成聲音的那種 應該會很迷人或是 所以你都可以演戲嗎 所以請問... 請問妳剛才幫她配的時候 是用哪一種聲音 年齡大概是 就是年輕女生的聲音 沒有 而且她前面有 對...她有一個喘息聲 你這樣承翰演... 承翰點用那個啦 那個霹靂車的聲音 跟一個人演對手戲 我覺得漢點應該配美秀的聲音 說 有... 我在樣子裡柔令我下去嗎 你確定要柔令我 綜藝天OCD配音出體驗 竟是A片女主角 其實我就配一個那個卡通 然後我是演一個公主 這個裡面有一段 是我跟那個王子 然後兩個人就不斷的遭受 然後那些什麼跌倒之類的 然後就... 就... 導演 導演就說 我不能光是站在那邊演 他說那樣我會不生動 你要這樣 就真的在那個裡面這樣做出來 然後演完我覺得 真的自己在拍一片耶 你確定要柔令 好 看見你跟小鐘一起演 好 來 來... 又有霹靂車啦 沒有問題耶 那個... 也是要先抱歉嗎 沒有 先抱歉 鍾哥 你可以柔令我嗎 對... 所以你要幫他配鍾哥 你可以柔令我嗎 然後劉姐要用霹靂車的聲音 配說我怎麼捨得柔令你 我看你都來不及 好... 一... 二... 三... 來 鍾哥 你可以柔令我嗎 我怎麼覺得柔令你 我愛你都來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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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你都來不及了 變得好性感喔 我愛你都來不及了 對不起 好笑喔 你人為了出來耶 所以老師們 如果在家勤戀繞口令 真的會進步嗎 沒有嗎 沒有 實在的 你像... 譬如說我媽媽是台中人 我爸爸是湖南人 可是我從我... 對啊 可是我從小學在唸 啵啵啵啵的時候 我國語就這個樣子 所以家裡的音速有 可是不是那麼的強 另外一方面 其實來講繞口令 它本身是一個要求快速 快速來講對你的國語 尤其是糾正 不一定有太大的幫助 所以如果我們把繞口令 放慢了 大家應該就沒有問題 對不對 應該是OK的 我們的第一個繞口令 是最近非常紅的一個繞口令 據說打敗天下無敵手 這好難喔 你說再厲害的人都會 對 沒辦法完整唸出來是不是 瑋茹 妳可不可以站起來 好 瑋茹可以用妳喜歡的速度 慢也沒有關係 好 好 請開始 第一句耶 怎麼會有蛋 再來一次 單槓蛋 鋼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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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瑋茹 請坐下 妳前面兩句都通不過 妳怎麼搞的 妳這麼慢為什麼還通不過 因為妳還要想說 這個音確定是唸 鋼還是鋼 然後妳要想 然後又會沒有辦法反應過 我覺得妳想太多 妳就直接唸出來 好 湘瑹 請起立 單槓盪 乾槓 單槓盪 鋼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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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為什麼一定有鋼蛋 妳怎麼會有鋼蛋 妳沒有一個單槓發對 單槓盪到 單槓 請坐... 完蛋了耶 兩個妹妹都完全不行 就算這麼慢都不行嗎 看中信仁看看 中信仁 單槓盪 單槓 單槓盪 乾... 鋼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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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耶 好難喔 我覺得很難 因為看久了眼睛網路會花掉 而且我忘記那個字怎麼會花 鋼蛋 可能要...我覺得要給老師 給我個節奏 還敢要節奏 要不要慢一點 再慢一點老師 好難抓 快一點 鋼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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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根本就有問題 你根本不是節奏的問題 你怎麼拿到 你這怎麼那麼難啊 他第二個丹 都會發出一個很怪的音 丹... 你為什麼沒有丹... 因為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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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越南話 你知道 好 妳要挑戰嗎 我OK的 妳真的嗎 是很慢的還是真的很厲害的 就正常的速度 真的喔 我挑戰看看 加油喔 丹丹丹丹丹 丹丹丹鋼彈 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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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你可以的 我不行 你可以讀書人挑戰 太難的 我不要直接拍到不及 你追蹤自己的號 追蹤自己的號 追蹤我的號 太難了 你可以的 我覺得你好厲害 你為什麼前面都那麼清楚 我也不知道耶 你真的是少見耶 怎麼那麼難的你都會 我也不知道 不是嗎 流氓 有這個時間嗎 來 其實沒有 今天三位老師當中 還有一個角色是 南方公園的阿批 真的嗎 阿批啊 阿批不是... 你覺得是誰 對 我覺得是劉老師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你聲音 感覺好像可以變得很扁 還怎麼樣扁 妳是阿批嗎 對 所以南方公園的角色 阿批的聲音特色是... 彰化可以罵嗎 可以... 對... 好酷喔 是妳發展出來的嗎 對 因為那個時候 算是一個失策 當時她的原因是 因為是四個小孩子 然後當時其他三個都是女生 那後來她覺得那個是比較 一個胖子嘛 找我去試 那我也遵從她的原因 然後那聲音有一點就是 完全往高去轉 唱了一個小乖乖 我跟你講 今天我去的時候 我真的好開心啊 我就這樣去試 結果過了 過了所以我就... 所以妳是發狂的事 結果過了 對 所以那個卡通 我錄一集我... 真的我必須要休息 因為那很傷口 那請問一般的路人 他搞出這個聲音 搞得出來嗎 像小鐘現在如果立刻... 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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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上衣舞啊 老師 妳當然弄一次 我看看 屁啦 唱了一個小乖乖 屁啦 叫你小乖乖 可是妳聲音就沒有像老師 那麼出來耶 妳就聽不太清楚喔 真的 我那時候去配那個卡通 老師也每次都說 聲音出來... 對 你們是不是最常教學的 都是這樣 妳說配音很費力是不是 對 因為很多時候 真的假的 好好玩喔 真的...你快去 到沒戲的時候 真的耶 因為人在發高燒 妳要用力 對 一定要撐在那個地方 或者... 衝啊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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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耶 因為妳要想到妳或者是 就連打個肚子 然後發高燒 打鬥的聲音很難發耶 哪個 打鬥的聲音啊 還有那種跌倒什麼的音 妳說被刀刺中那種 因為以前我就配一個那個卡通 然後我是演個公主 那個很有名的叫什麼 Fiona 我忘了 反正這個裡面有一段 是我跟那個王子 然後兩個人就不斷的遭受那些 什麼跌倒之類的 然後就... 然後導演... 導演就說 我不能光是站在那邊演 他說那樣會不生動 妳要真的這樣... 對 又真的在那個裡面這樣做出來 然後演完 因為就是那個勁不夠 我就覺得就是很怪耶 所以他剛才那一喊就很有勁 我上次配那個小羊跟狼 那支卡通片 然後那個羊要過河 然後一直站不穩 在樓梯... 在那個石頭上滑來滑去 最後一支有那些什麼 在... A片... 我就...我覺得好難喔 好尷尬喔 對啊 而且要是不同層次的 一直... 就不行啊 對 然後老師還在旁邊說 不夠用力 再用力一點 或是說不夠傷心 要再傷心一點 好難跟好難 所以... 好丟臉喔 我們請問一下 因為像是譬如說你在配 超人特工隊的衣夫人的時候 這是個女人 對 那你的...你的走法呢 當時那個 他們說服我接這個角色是說 在美國的版本裡面 衣夫人的角色是導演本人配的 所以也是男生配的 那他們就說我一定可以做 然後他們說叫我 把周虞寇跟陳文倩合在一起 你衣夫人是什麼聲音 衣夫人就會說 你們這些超人都有特殊... 我是幻影... 對 你是幻影嗎 然後韋中哥他們演的超人 都有特殊的服裝啊 然後他就說...他就會說 這個是我為你特別設計的 你可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衣夫人... 有啊...有感覺耶 我就...我配完羊跟衣夫人 想說為什麼老師叫我配這些東西 聲音要有情緒表情 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喔 但一切的根基還是在於 先許會把話說清楚 穿越康熙我們下回見